Lesson 15 Your passport please 爆破音 比如说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摩擦音 那什么叫做摩擦音 也就是指在发音过程当中 它的发音部位 唇 舌 与齿或上额的接近 形成间隙 那么气流通过的时候 产生摩擦的声音 我们就叫它摩擦音 比如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摩擦音 那么它们发音 形成的是靠上齿与下唇接触 那么形成间隙 气流通过间隙发生摩擦的声音 那么下面我们来把这两个音进行比较一下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另一组摩擦音 那么这个音的形成是把舌尖放在上下齿之间 并且舌与上齿之间形成间隙 那么气流通过上齿与舌之间的间隙 形成摩擦音 那么这个音是轻辅音 因此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声带不震动 而这个呢是舌辅音 因此发音的时候声带要震动 我们来比较一下 和 那么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发或者是这个音的 那么通常是字母组合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组的摩擦音 那么这组音的形成的主要是靠齿与舌尖之间形成间隙 那么气流通过时形成摩擦音 那么是轻辅音 声带不震动 是轻辅音 那么发音的时候声带要震动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发音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句子 那么在这一句话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单词是发 那么有一个单词是发 其中 那么这两个单词发的是 z的音 z的音 着服音 那么face 那么这个单词发的是 z的音 ok now read it after me ok now read it after me your nose is on your face your nose is on your face 接下来 sue is in the zoo sue is in the zoo 那么sue在动物园里面 sue is in the zoo 那么这两个音 sue是 z z 是发的 z 下面我们来一起比较一下 非常难的一个一组发音 也就是z和z的区别 首先来看一下 z thack thumb path mouth thick th thack thumb path mouth thick thack thack thumb thumb path path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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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ck thick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 另一组摩擦音 sh z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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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 fish phish pleasure measure it's a pleasure to visit your ship it's a pleasure to visit your ship 那么很荣幸啊能够参观你的轮船 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 pleasure pleasure j pleasure sh ship sh ship 表示轮船 那么再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句子 the fish the fish is so big and let's measure it the fish is so big and let's measure it j measure sh fish wow 这条鱼真是太大了 那让咱们来量一下它到底有多大 measure fish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浮音音标 h h h 那么它当然也是一个摩擦音啊 那么h h 它的发音主要是靠舌后部 抬起 接近软额 并形成间隙 那么气流通过间隙的时候呢 形成摩擦音 它是一个轻浮音 但是呢 它却没有相对应的浊浮音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看下面几个单词 hill head hit hat horse house hill head hit hat horse house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它是一个轻浮音 但是呢 它却没有相对应的浊浮音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最后一个音标 也是一个摩擦音 r r 相信这个发音对中国学生来说不会太难啊 r rest rug rat read road rest rug rug rat read road rode OK 那我们今天的音标呢就先讲到这里 握 loyalty 阙 柠